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8月30日 加拉塔沙雷连胜莫停 周三凌晨 欧关联第五圈次回合有赛事上演 届时由加拉塔沙雷主场迎战莫迪 加拉塔沙雷首回合先下一程 球员信心方面无疑更胜一筹 并且近期即使多线作战 但几队仍立于不败之地 金铺状态火热的加拉塔沙雷里应看高一线 加拉塔沙雷上赛季夺得联赛冠军 经济志在未免的他们开局尚客 两轮战罢 加拉塔沙雷取得一胜意和战绩暂计四分 上赛季头号射手 莫路伊卡迪表现依旧出色 目前已经手握两个联赛入球脚感火热 就近况而言 加拉塔沙雷的状态十分稳定 自七月底正赛开打以来 球队各项散事便利于不败之地 目前更是处于三连胜甜蜜期 另外 失忆坐拥地利 也是挤队更具赢面的原因 要知道加拉塔沙雷上赛季联赛主场胜率超八成 期间军场入球打2.28个 并且还能保持几0.83个失球数 攻防演出有保障 综上所述 金铺坐拥主场优势的加拉塔沙雷有望双杀莫迪 阵容方面 前锋为费特沙下阴伤缺阵 另一边乡 虽然莫迪在本土联赛竞争力不俗 但球队在洲际赛场的表现则是稍逊一筹 过去五场欧关联赛是 莫迪紧录得二胜三负的平庸战绩 球队晋级之路并不平坦 与上述加拉塔沙雷相比 莫迪的班底要逊色不少 阵中包括奥拉拜连希特辰等人大多为本土球员 全队总身价远低于前者 上一次在地利的加持下与加拉塔沙雷交锋仍难阻失利 金铺还要异地挑战对方的魔鬼主场 莫迪确实难有作为 阵容方面 后卫马田连尼斯和前锋为顿贝利沙音商眷情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